今天要教大家做簡單的燈籠果果醬 那這邊是準備的材料 那首先我們要將燈籠果的花鵝剝開取出果肉 那洗乾淨放乾 將果肉切對半去掉底頭比較硬的部分 可以準備一個加熱的容器 然後把燈籠果放進去 加入白糖 切記邊攪拌不然會燒焦喔 用中小火的部分煮至果肉濃稠 這時候可以加入檸檬汁 然後將水分收乾 擠過後裝容器 這樣就完成囉 水分鋼 蓋了 平均